各位大夫妻,以往中环的列车之将到站,请问出越往前 下一站,颅弥雪 近几年你让我选 我情愿吃一餐很厉害的brunch 而不要一餐很厉害的dinner 首先,吃的brunch就一定是周末 人人都懒洋洋的了 你想想,瞎大眼就开始大吃大喝 哇,都已经高兴了一半 第二,我说你吃多少,喝多少 一天这么长,总够时间消化 而不用顶着胃,睡不着 再加上,兴致好的话 可以一直玩到天黑 但是,如果你吃晚饭 整件事真的不同了 你想想,如果吃晚饭很高兴 再吃下去,那即是怎么样 直到宵夜吗 不好玩了,不用睡了 再加上,吃brunch还会喝酒 那就正了 整天都有一种半醉的状态 perfect,没得顶着 在过去的周末 我就吃了一餐近年 难得非常满意的brunch 就是那间人气西班牙餐厅的杰作 半自作的头盘 选择并不是很多 我猜粗略有30种左右 但是胜罪够精 而且每一款都是西班牙的特色代表 还有的是必然要亲身点的一只蛋 每人都得到一只蛋 怎么做六七种不同的选择 任你选择 之后的主菜精彩了 有西班牙最出名的羽珠 当羽珠出场的时候 室内的音乐忽然之间强劲起上来 而且接拍鲜明 那些事应忽然间又个个都变身 做了没有男没有女 扭腰摆团 跳起舞上来 将那只羽珠逐张桌地呈现 个个就拍手掌 几乎想跟着他们一起跳 之后他们还表演用碟切羽珠 咦?用碟切羽珠? 像大派对一样 你可以想象 现场的气氛 是多么高 最后到甜品时间 又是很多种不同的 一次过一盆盆地摸出来 这一次要大家移浴步 去桌子里拿 而且它的种类 是不碟的 不碟的拿出来 总之吃到你吃不下为止 这一餐brunch 我从12点吃到下午3点半 放下了一千元 我就半醉超饱地离开现场 到今天 每天都还在回味着 每天都还在回味着 每天都在回味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